上门龙序第3160章 十年之约 奈特此时还不知道 吉米已经有了别的打算 他虽然不舍得二十万股的期权 但一想到现在吉米的背后 站着罗斯柴尔德家族 这个庞然大物 他便只能咬牙答应下来 道 好 二十万股就二十万股 二十万股期权 每年分到一千两百万美金 还是比较稳妥的 随着我们的业务不但提升 每年的分红金额 肯定还会进一步增加 吉米 你在埃利斯律师事务所的前途 无可限量啊 虽然奈特以壮士断腕般的信念 做出了这个决定 但吉米此时却又皱起了眉头 因为经过简单计算之后 吉米得出一个结论 现在的自己得多要现金 而非期权 期权更像是一种对赌 赌公司未来的发展 会不会一路高歌猛进 如果公司发展迅猛 今天值一百万的期权 明年或许就能值几千万 甚至更高 但如果公司开始走下坡路 那今天值一百万的期权 明年或许就只能以十万 甚至更低的价格行权 在座的董事会成员都觉得 埃利斯律师事务所 未来的发展 一定会突飞猛进 这不仅仅是 因为他们拥有全美最好的团队 最大的名气 也因为他们当初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 史密斯律师事务所 已经把重心迁往华下 他们虽然没有放弃赞美业务 但由于主要精力已经转移 赞美业务的总量 也自然而然有了一定的下降 而这些 都是埃利斯律师事务所的增长点 但吉米心里很清楚 当自己带着十名骨干 从这里离开的时候 埃利斯律师事务所 就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快速衰退期 这种情况下 还要什么弃权 当然 是要现金最稳妥 于是他便开口道 我这个人比较短视 当初我大哥和我大嫂 创立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时候 就提出要给我30%的股份 让我加入 和他们一起创业 我觉得 创业失败率高 没有工作按月收钱来的稳妥 所以就没有答应 现在你们给我弃权 我依旧觉得不如现金更加稳妥 说吧 他又道 这样吧 我们还是按十年签订协议 但期权我一股都不要 之前给我的期权我也全部退回 耐德刚才不是说 这20万期权 一年至少能分1200万 而且 以后会分得越来越多吗 这样好了 这20万期权 我还给你们 往后十年 你们只需要每年折现 给我1000万美金 哪怕公司以后的业绩越来越好 20万期权 每年能分2000万甚至更多 我也不会反悔 再来找你们更改协议 未来的十年里 我就只要现金 耐特一听这话 表情先是有些惊讶 但很快便恢复如常 他了解吉米的性格 说好听点是谨慎 说难听点 就是一毛不拔 在华夏的神话故事里 可以找到 与他几乎一般无二的原型 那就是皮修 换言之 这个人对钱这方面 永远是指尽不出 别看他之前 就已经是律所的高级合伙人 但他始终不愿意花钱认购 哪怕一股期权 一般来说 合伙人的期权获取途径 除了董事会激励之外 还有董事会出售 多数都是给一部分 然后卖一部分 这样也能让合伙人出钱参与 一旦他们争出了钱 他们就会真正将自己 是做律所的一份子 继而更加努力地工作 这种方法 对绝大多数人都适用 唯独在吉米身上不灵 吉米的投资官 就是除了钱之外的 什么都可以拿来投资 但就是钱不行 不投钱赚一百万 投十万能大概率能赚两百万 那他一定选不投钱 赚一百万这一项 所以这时候想要钱而不是期权 也确实符合他的人设 想通了这一点 奈特便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结 心中暗想 不管他到底是要期权还是现金 总之他只要跟我签了十年合约 确保他十年不会反悔 不会从我这里离职就够了 既然他背后是史蒂夫 罗斯查尔德 那只要把他留在埃里斯 我就能高枕无忧了 现在公司发展蒸蒸日上 他不要期权 那是他的损失 将来后悔 可不能再来怪我 于是 奈特非常爽快地说道 没问题吉米 既然你坚持要拿现金 那我们就按你说的办 签十年协议 每年我额外支付你一千万美金的奖金 来抵消你全部的期权 吉米提醒道 还有我的底薪 你已经答应我翻一倍 那就是四百万 每年我的保底收入就是一千四百万美金 奈特白白手 吉米 你这想的未免有些过于保守了 四百万是你的底薪 一千万是你的期权折现金 如果你表现出色 还会有特定的绩效奖金 以及项目奖金 以你的能力 一年做个两千万 还是不成问题的 吉米非常谦虚地摇头说道 我自己是什么情况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奖金就先不说了 你只要把这一千四百万写进合同里 我就随时可以签约 好 奈特笑道 那咱们就尽快签约 我这就让人准备合同 吉米提醒他 哦对了 咱们还没聊一聊违约赔偿条款呢 奈特忙道 哎呀吉米 我对你是百分百信任的 不需要搞什么违约条款 奈特心里想的是 这家伙背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罩着 就算他真违约了 自己也不敢找他算账 与其这样 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让他感受到自己对他的信任 可他没想到 吉米这个时候十分认真地说道 奈特 我不是怕我反悔 我是怕你反悔 万一你要提前跟我终止合同 那我怎么办 我必须要有一定的保障 怎么会呢 奈特连忙道 以咱们俩人的关系 以及我对你的信任 我是绝对不可能提前跟你终止合同的 吉米点点头 道 虽然我信你 但还是要留一个书面的协议 以免将来有任何问题纠缠不清 说着 吉米便道 这样吧 咱们也不需要其他的繁荣条款 我就一条 如果这十年没到之前 你提前跟我解除合作 你就必须一次性将十年所有的薪资 以及七圈折现金全部赔偿给我 可以吗 奈特毫不犹豫地说道 你放心 我绝对没问题 就按你说的办 没问题 我们下来 先把 一只 在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算